我朋友那時候 他也不敢就是說什麼 因為 醫師娘就在隔壁 就是一個整間跟一個藥間 就是隔壁 這樣他這麼大膽 趙仙 你不會吧 太白目了吧 那時候大人不能說什麼 只能瞪他 所以就只能瞪他 因為你不能大喊什麼都不行 因為醫師娘住在隔壁 那你這個 你有罵他嗎 你這個不罵 萬一被醫師娘 我朋友我不知道 你不要說 我又跑了 才 很聰明 我說 我的醫師說 像這個就要喊說 要講 不然被醫師娘看到 誤會你們兩個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其實有一些醫生 我覺得醫生是很聰明的 這件事不只是醫師 我不想再給你討論一下 我覺得 來 王作軒呢 OK 醫院除了這些正式的員工以外 還有很多藥廠的業務代表 或是一些 耗材商的業務代表 我們每次在看診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要開什麼藥 比如說我遇到一個感冒 要開止痛藥 到底要開哪一個牌子的止痛藥 因為那種藥就有可能六種 對 六種你要用哪一種藥 隨便你選 你們選到那一家 那一家就有利潤 對 所以早期 在二 三十年前 當然這個是 就是非常 肥 肥 對 現在大概沒有了 所以現在 到我們當住院醫師 到主治醫師的時候 其實 就只剩下咖啡可以喝 以前可能有很多飯局吃過 還想像 身不逢食 因為老保健保的關係 對 因為我們在實習的時候 看他們都一直出去玩 然後總是跟我說 學弟你還小 以後就輪到你了 對 然後就說這你不能進去 考一科也是等這一科 對 所以等到我終於有自己的門診的時候 第一天我很興奮 結果我走出去 好多人都說 不好意思 都會說 就是藥商 對 藥商超高興的 門一開 桌上七 八杯咖啡 其實喝不完 只能送咖啡了 對 但是每一杯咖啡上 就會貼滿了藥廠的名字 那你怎麼選 所以有些比較厲害的 他就是比較 叫美女的業務 他要親自拿給你 對 這種就比較厲害 現在醫院也很厲害 因為健保一直砍藥 所以現在其實 你也只剩下一兩種藥可以砍 所以大概業務就慢慢 都已經在醫院 都一直消失了 那也應該有好的醫師 他會去評估哪個藥比較好 也會 其實我們都是這樣子的 都是 所有的醫生都是非常正當 然後也 這個對病人福祉為最高原則 對 應該醫師都會移藥 不是說哪個美女藥物 他還是要選擇 對病人好的藥 這個是剛剛他的故事 我們談了嗎 那你的故事是什麼 龍凱 我的故事其實有一點 我自己的風險 我自己的 生命安全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有一些業務 他在主要禁藥的時候 他會需要一些比較 就是我們說長官 我有聽說過某一間醫院 不是我們醫院 某一間醫院它就是 業務為了要爭取這個藥 能夠禁到這間醫院 於是就 重點是流傳出來 是被掃遞的 不是 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 長官 那是長官 對 然後 結果來 對 然後結果最後這件事是 被一個掃遞的阿嫂流傳出來 因為他們在整間 掃遞阿嫂都會固定進去掃 一打開 拍手 然後進去打開 開始打電話說 瞬間全部人都知道 所以你別以為阿嫂不會用3C 阿嫂 馬上電腦輪廣播電台一樣 所以這業務美女就現身了 比較少聽說 但是的確是有這樣子的事情 對 那就 一旦現身就一定要買他的藥了 用他的藥了 後面就不知道了 對 所以他這個故事差不多一個何個 你看 六零嘎比 然後現身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年代是你可能不夠資深 就是你要站到很高的位置 你才有機會得到這樣的待遇 是 這個我們現在看我們藝人 享宏競爭大 賠稅出頭天 其實在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就有聽過是台灣的演藝圈 因為以前的電視台比較少 你講的應該是三台時期 那時候真的很大 什麼 編審 導播那些 然後或者是監製這種 就很大 權力都很大 那不要講到上面什麼 節目不經 那更大了 都不用 我同學的舅舅他就是編審 他那時候我們還在讀書的時候 他舅舅已經五十幾歲了 反正他就說他舅舅這一輩子 他也不打算結婚了 因為他光是那些藝人去陪他睡覺 或是女生要陪他睡覺 就已經睡不完了 所以他根本不想不用結婚 睡不完 可是他50歲以後日子會比較慘 對啊 誰幫他貼乏你 對啊 也沒有在 對 你講的是重點 然後後來我去大陸拍 那是以前台灣 後來去大陸拍戲 有一次我們拍戲的時候 可能那場戲就沒有我 我都會跟現場的工作人員 或是其他人的助理 我們就會聊天 我就看到有個女生 長得漂漂亮 清清秀秀的 就很像影響師這樣子 剛才就是十五六歲 很年輕人想說 怎麼這麼小就出來拍戲 想了解一下 然後一問才知道說 他呢 他說他第一句話就嚇到我了 他說我已經做好 現身的準備了 然後才知道說 他是跟那個男演員 同鄉的一個朋友 介紹給這個男演員 說這個小女生 很資質好像還不錯 那給你當助理先 然後看他以後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麻煩大哥你推他一把 所以他就是先來當 那個男演員的助理 但是他就有聽說 就是在那個行業裡面 在我們的行業裡面 就是你可能就是會碰到 要陪什麼製作人 老闆 吃飯 睡覺 這些的 然後他就說 那些他都知道了 他已經做好現身的準備了 他已經看過了 反正進這行就是 頭都洗下去了 對 然後我發現在大陸 他其實還滿普遍的 因為 時不時也會聽到一些 幕後的八卦 就是有些女星 就是從 然後或者是 一開始睡就睡導演這種 那你就是睡編劇 是因為編劇 會把你寫更多戲份 對 睡燈光 燈光會打美一點 對啊 就像有人他是 有人他很厲害 他們是睡一整集 可是你不能說 導演睡了 你的睡輔導 對 那大家 那像如果是染病的時候 對 可是如果有一個人 感應性病的話 就缺他一個 他就說 你是排擠我 你是看不起我 有人就是一路就 不過你們現在聽起來 好像笑話對不對 真的 那真的 是真的 因為他那個環境 對 他只要種了不得了 對 台灣現在的環境 種了也沒用 對 他睡對了 可以睡到好萊塢去 對啊 現在環境不如從前 所以沒有這個潛規則 現在不會有這個潛規則 現在我們當大哥 走前面你敢操他車 以前八哥真的嘴 八哥在走一個 三公尺那飛行管制區 對 沒有 後面也不敢這樣對不對 因為日本的文化 大哥一來 絕對是那個管制的 對 我們現在不是啊 已經沒有倫理了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沒有這種環境 對啊 那潘若迪呢 我跟你講 我這個其實是最多的 我這個就像上面想的那些 直上性騷擾 我碰到是太多這種 我說對你現身 對我現身的 非常多 其實非常多 我本來是想要 講沈玉雲那個 可是因為我發現後來 我看聽他們講 我真的是碰到太多了 我上課的 我的工作環境裡面 因為要簽約的那些老師要進來 如果那些老師 我可以答應他們 讓他們簽約進來 或是那些學生有限制人數 你只能譬如說100個人進來 絕對多就不能進來 那100個人進來 一定要想盡一些方法進來 教室就這麼 就這麼頂頂大 你說你健身身嗎 對 在我那個環境裡面 以前那個時候是這樣 反正我在 我的工作環境裡面 實際上性騷擾是最直接的 第一個 我如果走到台下 就跟任何人互動 肯定是 長輩一定問候你 對 就是撈了 屁股夾了 如果我是站在台上 他沒有辦法上來 可是就是會有人上來這樣抓的 是喔 就直接這樣抓的 就看演唱會一樣 對 然後呢 因為像這樣的人呢 其實有的時候一次兩次 你就會覺得說 不要啊 下次不可以這樣子 但第三次他如果再來抓的時候 那你就真的 如果是個正妹你就算了 就還要跟他講 可是你看你上課的有幾歲 五 六十歲的 從四歲到84歲 各個年齡層的都有 84歲 那個奶奶跟我跳四年 沒有一個動作跟我一樣 但是他手應該還蠻有力的 對 就很有力 尤其是奶奶是特別喜歡揉你的那種 奶奶揉你 你也不能 也不能喊 不能叫 對 這個就算了 這個一般這樣觸碰 我有碰到學生是那種 上課在上上上跳跳跳跳一半 有一個人全部衣服褲 全部脫光光 一絲不掛你 什麼 女生 一絲不掛 衝上來就抱她 你好是我愛你 愛你 你怎麼辦 兩行勞累又出來了 哈哈哈 因為那個45歲了啦 那個已經45歲 那個也差不多就皺了嘛 等一下 你們到底是在健身嗎 還是在壓力 在健身嗎 因為我那邊的時候 我當時其實那個環境是真的是 大家在那個環境 可是他們是一健身就變很瘋狂嗎 就非常瘋狂 他有一次辦一個活動我去參加 他的學生 他真的是健身界的天王 他的那些學生 第一排的早早就來了 不只來了 穿得低胸也就罷了 長大快要掉出來也就算了 每個人 就因為你要跳油氧嘛 每個人要落大動作 頭髮塞得好好的 就為了要 對 而且那個裝是 一個中文跳完之後 不會化的那種 裡面的那種水 都髮也都不會掉的好不好 對 然後後來我看到 他就去游泳 游泳也是這樣喔 對啊 我覺得其實是有碰到 那個就真的是非常大的 那你們想考慮就是 聊了你一根收五千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這個絕對你不能這樣 好害怕 好害怕 看到林書是什麼驚人之語呢 廣告後馬上回來 我會忘記錄了 快點 頂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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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